日前 北京市信箱台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信号 12月13号早晨至15号上午 北京会出现大雪到暴雪 12月13号 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李婷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受降雪影响 近日 接针雪后摔伤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加 从12月10号晚上夜间下雪开始 一直到今天下午4点钟刚刚 这一段时间一共因为滑倒摔伤来就诊的病人 我们北京技术团医院三个院区有346个人 开始的时候其实中青年的比例还挺高的 但老年人肯定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外头雪非常大 因为我今天需要上班 我在上车的时候 左腿不小心往后滑倒 导致左膝盖扭伤 现在不能动了 中午在两个楼梯之间 在平台上那块滑倒摔的 所以因为下去有急据 造了个癌出光片 发现有鼓励一些象 专家表示 雪天摔倒后 最易骨折的是腕部 宽部和踝关节 其中手腕骨折患者 一般占血后骨折患者的60%以上 对于一般的人 更多的是摔倒的时候 愿意就是下意识拿手称递 所以我们饶骨远端骨折 这手腕子骨折是最常见的 占到我们一多半 加起来至少有八九十个 怀关节的这个损伤是第二位的 还有一部分这个胳膊肘啊 肩膀啊 髋关节的骨折 据悉 近期北京市将持续迎来降雪天气 雪天出行应如何防止摔伤 不慎摔倒后如何判断是否需要就医 专家表示 当不小心摔倒后 也要保持沉着冷静 不要立马起身 如果发现身体某个部位非常疼痛 切记强行支撑 避免二次伤害 自己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第一 穿这个比较防滑的鞋子 第二 要多穿一些衣物 即便是摔倒了 它对髋关节什么都会有一些保护 一旦摔倒了 一定要先缓一下 去感觉一下自己到底什么地方疼 要对这个受伤的部位有一个适当的保护 对于上肢来说最简便的方法 就用围巾把手兜起来 而且我一定建议用一个比较宽大的围巾 要从这个手一直兜到这个肘部 要把整个的胳膊兜起来 这样的话即便是手腕子有骨折 甚至这个肘关节或者是肩关节有骨折 其实这一这一个围巾的制动 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如果说还有一些手边有一本杂志 有一本这个稍微大一点的书 我垫在手腕的下面 那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保护作用 那对于下脚面子或者是脚外怀的地方 明显的肿起来了 这个时候也不要强行的走路 那对于踝关节下肢或者是大胯 或者是膝盖有外伤 那我建议还是尽量的少去负重 那有的时候得有旁边的人去帮个忙 到附近的医院去拍个片子看看 那我们做适当的这种固定啊 或者是需要手术的就需要住院手术啊 专家提醒 学后出行如果不慎摔倒受伤 应尽量及时到医院就医 拍片子明确病情 请专业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做进一步治疗 判断骨折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事情 即便就是医生来去看 也不敢说看见病人 就敢说你是不是骨折 也得需要借助像影像学 癌线片检查呀 体格检查呀等等来去判断 如果说这个有明显的肿胀 我觉得就应该来去找医生看 那更别说如果说你踩地的时候 有明显的疼痛 或者说不敢踩地 或者是走路就走不动了 那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去找医 医生到医院里来看